你这回要再抬走我可就不等你了 大头哥 大头哥 谢谢大头哥 你真是诚实手信 还等了我这么久 你再抬走这回我可不等你了 我现在一定好好说话 大头哥 你刚刚说的烧火棍的事 烧火棍给人民以自由 给人民以勇气 让人民可以反抗 然后呢 哪怕为此死了再多的人 这个不好说 哪怕有几个W的人没了 但是我们要承认 烧火棍它确实给了人民反抗的勇气 让弱者不再被欺凌 人人平等众生平等 这是烧火棍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用心 听我跟你说 听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 你让我说我好不好 不是你烧火棍说完了 你不让我说 你别看评论区 说我犯事 你别看评论区 他们说我犯事 他们说你犯事 他们说你是哇哇 你都不回应呢 有很多 有很多混混欺负我这种人 老实人 他们欺负我 两三个人打我 我是正当 我是正当防卫 我是正当防卫 咋的你防卫过重了 伤害了 嗯 对然后我进去了 嗯 几个人打我在中国 我只要黄手了 我就要进去 嗯被打伤的人 打我的人 欺负我们的人 反而他们第二天就在 就在楼下 就在我家楼下的麻将馆打麻将 嗯 你说这种事 很公平吗 嗯 很自由吗 嗯 很民主吗 来 很保卫我 很保护我们家里面的弱者吗 好 咱们就咱们就就就这个事论事 哥们 首先呢 你听听我跟你说的角度啊 你你在被一帮人打的时候 你还手 你出手中了 你给一个人伤伤肉 他必须得有伤吗 你必须鉴定吗 对不对 没鉴定 你说哎呀 我就伤了 我内伤 我就难受了 你给我心脏指甲打掉了 这不行吗 你不能信口胡说吧 必定你得造成这个事实了 就是说他 他的伤害一定是中过于你的 才有这一说法 对不对 是啊 是中过于我 但是混混 两三个混混 你听我说 先伤害我的 他们被我 两个人被打成轻伤 一个人被打成轻微伤 哥们 哥们 你看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别老着急说后面 就我问你哪 你就说哪 就是首先来讲 他一定是受的比你重的伤 所以才会导致你有这个问题的 对不对 如果说他们当时打你的时候 跟你下的手一样重 你有没有机会去反 还手 你先想想 这是我的角度 我知道 你可能是被 你可能是被欺 没有我的实力强 对 你可能是被欺负了 没有我的实力强 因为我从小就念 好 比如说没你是立强 我在部队里面也是 行 我在里面 我在里面的时候也是 好好好 你听我说 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是灭霸 你打个响指 地球上死一半 哥们这响指能随便打吗 对不对 这是真正我跟你说 为什么叫法律是公平的 他公平的角度不是你想那种 说他先打我了 我不公平了 这个跟公平 真正公平的原因他是什么 是因为他如果他们在打你的时候 如果你还有能还手的能力 你说我是恋家了也好 我怎么着 我一招制敌了 你这一下子奔的是什么去的 你得先想好 人家那一下子是奔的什么来的 你得先想好 你就是他找事也好 他闹 他跟你闹也罢 你哭 你哐 他给你一下 给你个嘴巴 说白了 疼不疼也疼 丢不丢脸也丢脸 大哥 但他算不了 大头哥 你真的在美国 你真的在 你真的在漂亮待了这么多年吗 我感觉你一点漂亮精神都没有 漂亮啥精神呢 你跟我说 漂亮精神是什么 如果你这个情况在漂亮啥样 漂亮精神是什么 漂亮精神是保护弱者 我们家里面很好 你在漂亮打过仗 但是我们家里面 他为了稳 他为了稳啊 他要稳啊 他要整个家里的稳 那咱说漂亮吧 咱说漂亮吧 要和 要携 对吧 来 咱说漂亮吧 你别老 你别老着急说话 咱说漂亮吧 漂亮这种事咋处理的 你知道吗 你这么向往的地方 漂亮有无限防御权啊 什么叫无限防御权啊 你只要先弄死打我 我可以无限防御啊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 铁子你碰我一下子 我直接咣咣咣给你秃秃了 你跟哪听说的 你只要进我家里面 我就可以框框框 你不废话 你进我家里面了 那是 对不对 你不进我家里面了吗 我告诉你 承保法则这个东西 它是属于被迫有的 因为人民持有这个烧火棍 没有的话 那我这么说 我站在我家里 你在我的社诚范围内 你骂我 你就消 要我站在我家打的行不行 所以什么叫承保法则 就得进到我家里面 进到你家里面 你才可以执行 否则的话 你不可以拿这个东西出去执行 这是属于反向限制 跟你以为的那种 说我拎着这个东西 我以后 我看着谁来 我整个镜 我往房顶上一趴 我32倍镜 我看着谁 我咣咣就给他两下 那是不行的 承保法则跟无限防卫权 那个防卫权 它不是一回事 无限防卫权是什么概念 当你的生命受到危害的时候 你才能无限防卫权 哥们人家上来给你个嘴巴子 你说我生命受到威胁了 我上上去光光挡他两下 我光光给他两枪 你觉得行吗 你这不是属于顺嘴扯淡的吗 再一个在美国这地方 你所谓的 我不公平 我告诉你 到最后操作的人 根本不是说 谁来给你判这个对错 操作的人是律师 你的律师是属于饭都吃不上的律师 我的律师一千刀一小时 律师 你放心我就没理你也打不过我 那才叫不讲理 咱俩打官司 我没理你都打不过我 你都坐不实我 那才叫不讲理 美国是属于啥 司法分家的哥们 大干帽来了以后 只维护现场治安 根本不给你办判断谁对谁错 你俩叫救护车 你俩就上救护车 你俩不叫 你说你俩到时候来 你要拘捕他 他要拘捕你 你俩一起上笼子里面呆子 交保释金往处捞 让你俩律师交保释金往处捞 你俩要不捞的话 你俩要现在也不叫救护车 你俩各自回家滚蛋 这是美国处理方式 你见过吗 那我们能不能也这样 那我们能不能也这样处理 我们能不能也这样的时候 你到时候你更会喊 好了 我们能不能也保护一下恶者 我们能不能 咱们国家没有正当防卫法吗 哥们 咱家没有正当防卫 对说吗 有啊 当你自己家里面进了人以后 怎么你不能伤害他吗 但是我们家里面稳定和谐是第一的 我告诉你 我说那句话前面说那句话 你没听懂 人家这一下是奔什么来的 你这一下奔什么去的 这是真正公平的 明白吗 你这一下咬牙切齿奔 要人命去的 我怎么知道一群混混 我怎么知道一群小流氓 你不知道没关系 是想要干什么啊 好 你有没听过 你不知道 你有没看过一个案例 你没看过一个案例 你别扯别扯别的 就就说就说你现在说这个案例 哥们 你要你要先考虑的 是他奔什么来的 你说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着一顿混混 伤不伤害我 所以拿事实说话 所以事实人家打你两下 你肿了 你打人一下人家重伤害 所以拿事实说话 这才叫公平 否则怎么叫公平啊 哥们 如果像美国这种的话 你互相请律师 比谁的律师更贵 你到时候更要叫了 所以我没有钱 我就活该挨欺负吗 我没有钱 我请不起贵的律师 我就活该 我就受委屈吗 你更要叫了 比起这种 已经算是不错了 就咱俩现在打马路上 咱俩正在马路上打完了以后 你这辈子打不过我 大头哥 你说的东西都没错 但是我们国家 我们家里面 我们家里面的 他的正当防卫的条件 太严苛了 让很多人 所以一定应该是马路上 别人骂你一句 你上去 让很多人不敢反抗 知道吧 马路上别人骂你一句 上去就敢反抗 温顺的羊 不是 那你现在你这么牛 你到美国来 你试试吧 你在马路上 你看别人骂 你就别人打 你像你上去光给他弄死 你看你进不进去完了办 你叫这板干嘛呢 别人去 可能给你这个自由 或者骂我一下 我为什么要跟他拼命 我为什么要 别人就算是真的打你了 你就你别拿流浪汉说事啊 你现在别拿流浪汉说事 就咱俩在马路上 我看着你了 是不是你叫板 我上来帮帮打你了 我肯定打不过你吧 你说我心脏心脏病患者 你一个炼家都出身 我又打不过你了吧 对不对 到时候还 你信不信还是你进去啊 你信不信 好就算是 我是炼家出身 你心脏病 打完以后 我说还是你进去 你信不信 知道为啥吗 知道啥叫陪审团吗 在美国的话 在美国不论谁先打 哥们 你要不懂别乱说 我在美国 我今天才看到知乎 我今天才看到知乎 我看知乎上面说 我看那个网上 亲身经历的人来跟你说 说了 现身说法人不行吗 有无限防卫权 只要你先动手打了我 我打了个半死 我不用富一毛钱 你试试呗 去吧 你去试试呗 我准备今年下半年 黄油世界开帆船 先去欧洲 然后最后跨越大西洋 去美国 你肯定到不了 白令海峡 就是你明年 给你烧香的地方 你是肯定是到不了 我这你说归说 闹归闹 我正经给你普及知识呢 哥们 这边我现身 我帮我朋友99号船长苏迪 你怎么不让我说话呢 我朋友 我朋友苏迪 她一个女生 她从欧洲 黄油了地中海之后 又过了大西洋 到了美国 她现在在南美洲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您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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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说一下 我能到的鸟 我告诉你的 你前面说的话 我给你 我现在告诉你了 我在美国 给你现身说法 叫了不下十回了 跟人打的 也叫过律师的 听懂了吗 没有你说的那种 无限防卫权 无限防卫权是 当你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如果你不足以证明 你生命受到威胁了 你就得进去 懂吗 真正这边讲的到最后 讲的是律师 谁的律师更屌 讲的不是道理 讲的不是法律 讲的不是公平 讲的是律师 谁更屌 讲的是哪个律师 口才更好 明白吗 最后陪审团给你陪完了以后 这边就怎么去判 是这边的这么一个方式 看起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而这中间这两个人说话 不是拿那个抖音 AI给你智能发音 明白吗 哪个律师资质更好 哪个律师口才更好 直接影响你的结果 可以这么说 哪个律师更贵 直接影响你的结果 这叫公平吗 哥们 那我告诉你有钱的在这就是违法 那个就是为所欲为 他们可以干啥干啥 他打完了就给你真给你打个半死 到时候也是把你扔进去 你是没经历过 你懂吗 对不对 你也不要光看咱家 是不是啊 你看我我还手我打他了 我说实话还是那句话 人家冲啥来的 你冲啥去的 所以导致你进去的 人家评论区打了 那昆山农阁咋说呀 对不对 真正低了低了大长刀过来以后 人家反啥了咋说 不没毛病吗 你光看见你自己身上 你觉得不服了 你觉得这纳了 你就恨我了 哥们 那跟国家一点关系没有 你就记住了 最终法律所制约的是人性 不是人 懂吗 没有人在控制你 没有没有人拿法律去控制你 控制的是人性 你的人性本身就有问题 咋啦咋闹转半天 你的人性有问题 你很偏执 你自己不懂吗 您说完了吗大头哥 我说完了 我觉得您更偏执 您在漂亮待了这么多年 但是您 根本就没有一点漂亮精神 您一直在说 漂亮 多么多么有钱人的天堂 多么多么有钱人就可以为非作胆 只要有律师 就有了一切 就赢了 还赢麻了对吧 除非偷税漏税 偷税漏税 你不用找律师 没用 你看有他不讲理的地方 你俩人 你俩有任何纠纷 你跟谁公司也好 啥也好 你随便怎么纠纷 找律师怎么的 开庭没问题 你不要跟联邦什么挂上问题 知道他叫联邦吗 跟联邦跟州政府挂上啥问题 不容置疑 什么找什么律师 没有这个环节 强制执行 讲理不 嘎嘎讲理吗 你怎么不让我找律师来辩解一手呢 我听我解释 不听你解释 强制执行 你到时候有我就扣 如果发达国家的法律 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民主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他们的法律 只保护强者 嗯 不是 那你还在那里 我看你也不像是那么强吗 我不强 你也不是 我看你还在 我不强 直播应该也不是一万富翁吗 嗯 我不是啊 那一万富翁 不是早就把你踩在地下 给踩死了 他为啥要踩我呀 他为啥要踩我 我没有被和被迫害妄险证啊 我也不去跟人家树敌去啊 我像你是的吗 哥们 你一个到最后会选择翻墙建立 你人还没来呢 你就天天跟人跟人叫板承保法则 无限反 无限反击 你在这讨论些什么没有用的东西啊 哪个有钱的人天天去研究这玩意啊 我在说法律保护弱者 承保法则和无限 无限正当防卫的权力 他不就是保护弱者制定的吗 我告诉你 法律如果真的要保护弱者的话 一定要有他的一套体系 避免掉你人为能操作的所有原因 所以咱家这边不看过程 只看结果 这才叫保护弱者 否则的话 像你那么说 哥们 你的人几个混混要有钱的话 你就把你打成重伤 他喊你进去你到时候又又咋说 你又接受不了了 我现在跟你说国外的东西 你又不信 我在这待着 我在这活了这么久 然后我经历过这件事 你又不信 我念过 所以我能打过混混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打过混混啊 有的人他被侵犯了怎么怎么办呢 那所以会会关去的还少吗 哥们 你要非这么闹 所以会会被关去的还少吗 文龙画凤的 个身上在那里面蹲着 在笼子里面蹲着还少吗 那被侵害者已经死了 老婆 那我真的 我真的像你这么说的 你这种人就典型 典型被迫害妄想症 来一年有几个 什么典型被迫害妄想症 14亿人里面一年有几个 好 你有没有看过最近 等于上面的一个叫 消失的夫妻 消失的夫妻 这个片子你去看一下好不好 消失的夫妻 来 你这么了解 咱俩一个一个白色 有没有 有没有听说今年新年时候 丁胖的广场消失的 消失的好几对夫妻 男的媳妇被人邀请去跳舞 他这个这个解决心里面酸了 没叫他 他不得劲 他第一楼进去干死 干死十多个 有没有听说过消失的六对夫妻里面 有没有 来你接再举例 还有哪个 我给你念 我念华人的行不行 别念老外的 他这个也只是激情杀人 他不是他不是那种谋杀 那消失的夫妻是咋的了 我不知道啊 你给我讲讲 消失的夫妻 我建议你去看一下 我建议你看一下这边吧 你睁开你那个眼睛 看看世界吧 哥们 如果我还是上回那句话 这里有个法律专业的 叫mrman 他可以粘一下 你把它一起粘上来 谁是mrman 来 谁是mrman 有一个mrman 就你这个52148 52148这个来 对52148 他说他是法律专业的 给我们补法 让他来说一下 咱们中国的正当防卫法 到底好不好 你这么自信 他一定在你那边说呀 应该应该啊 应该 来那个上来来来自报一下家门 你说话得负责哥们 来哪个法律专业的 哪个学校的 有没有律师证 证我没有 我是读研 读研 法律学研究生来了 学校方不方面说 学校这个就不讲 行那你说 对 对 就是他讲的这个 战斗防卫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国务 咱们国务 咱们特尔给 有一个说法叫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是说你如果遇到个 那次 抢 啊 啊 这种问题 你可以 不需要考虑防卫的限度可以直接防卫啊 但需要考虑到对方是否有直接的这个意图 就是这方面他是否有这个主观的故意 他所构成的行为在主观与客观能是否构成这个主主客观行为的相统一 如果说他是在 如果说只是你认为他有抢 嗯 杀 奸 这种主观的故意 嗯 而你进行进行防卫那你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这就叫防卫的不适当 也叫 过当 防卫过当 嗯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是 防卫的不适时和假假防卫 防卫不适时是说 他如果这个 养究避害行为是否发生与否 如果他发生了 那 你可以追他进行防卫 如果他没有发生 你不能进行追他 那你那你这样的 你是专业的 你给评评刚才这老弟说这个事 他说这个小缝缝给他没打打地 他给人家给整成伤害了 搭进去来 这事怎么说 他觉得挺不公平 那这东西很正常 因为 这种防卫要求的是 你必须在合理的限度内 对其造成 伤害 但他 但你所造成的伤害 不能大于 他对你造成的伤害 如果你造成 你就是防卫过当 防卫过当 按照 故意伤害 对 嗯 他想 这这 对 这老弟想要的是 最好你搭我电炮 那我可以拿你八刀 完了那个无所谓 那那绝对不可能 对吧 那你这是属于 对不对 他想讲的无限防卫权不就这个吗 你碰我一下 我可以拿死你 你这不就是属于 这不就要这个的吗 对不对 来你高高打过家 有这个 他不存在 然后他讲的 我面对逮捕我 我怎么知道 他不会置我于死地啊 我怎么知道 他不会 避避我的爱人啊 我怎么知道 他不会跟消失的夫妻一样 在我家里面折磨 折磨我的爱人八个小时 然后把我没醒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就是 你这个就是属于 刚才说的 这个案例是山东省 千年之前 两千年左右发生的案例 这个随高法研判 16岁那个犯人 现在还在里面管着 已经是 四个人崩瘫了 我国对属于的执行要求是 他光着 但是这个村子没有赋予我 没有赋予我 防卫和反抗的勇气 没有赋予我 防卫和反抗的负用 你那个 你那不是扯淡的吗 你给你这个自由 人家给你 把我行车的养你知道吧 人家给你个电炮 你是狼 给人家给你个电炮 你光光打人家八道 你是狼 所以你进去大家都去吧 如果我们有承保法 我们有无限防卫权 如果我们有承保法哪怕 美国的承保法和无限防卫权 也不是你说那种 真黑那个下眼珠干干嘛大哥 那美国是你想的那个地方吗 我刚才美国的情况 我都给你讲了 不是你想的那种 明白吗 你看看三豪吧 我现实现实我朋友 来你听我说 你你看看三豪吧 他这个勇气 现现实我 我讲的那个昆山龙哥 昆山龙哥的那个 当事人当年是已经被判了 已经被判完之后 这个东西建报了 建报完最高法 重新核实之后 对我国正常防卫的各种案例 适用情形又进行重新修订 然后再给他判的无罪免罪 别放出来 嗯听着了吧 还咋的 咋说 什么咋说 我只是说 如果我们有承保法 如果给予人民反抗的勇气 如果我们有众生平等器 人民不再是高阳 众生平等器 这可鬼别 是不是当年那个 谁也没觉得自己是高阳啊 马景蝎座那当年 南方某一个地方 两个孙子打仗 出动土枪羊炮 到最后武警进场 这就是你想要的 就你的你的自由吧 不是承保法则 不是哥们你先先想好 承保法则是建立在你家的情况下 不在你家 没有承保法则这一说 啊你先不要有 你不要对这些东西有有过度解读 我我现实中朋友三猴子 我我老叫干妈干妈的那个 就是北美那个就是说 一个老外进家里的 让一梭子给定地上 这个故事你听过没有啊 啊真理不 你听过没有啊 就是一个华人女的 一梭子走轮子 一梭子给人定地上了 老外 就是视频已经拍的这么清晰了 这难得进他家 就是属于找事的啊 就是直接打他老公了 他上二楼拿下来 帮帮帮给人定了 赤成那个啊 一堆夫妻那个呀 对啊 那是我三猴子吗 三猴子在美国 哇哇哇哇哇哇 现实现实现实 他老婆出来了 他老婆上去打的啊 他老婆开了钱 他老婆出来了 对啊 连这个都得都得被人家 判审啊什么 老婆还整整整了将一年 这么明摆的事也整了一年 你以为 这个是保护人的生命权 没有没有毛病啊 你不是说有毛病 对训理核查核查好啊 这这是对 这这是对被告的 不是视频都保护在这了 你看过视频吗 你看过视频没有 我看过啊 你看过视频 明摆的东西 像你这么说 按照你那么激进 哥们 明摆的从你进来 从你进来 承宝网子 从你进来那一刹那 你别碰着我了 我加特林就已经端上了 这枪口都已经钻上了 我告诉你这么明白的都得了 人命光天 人命光天 啊 设计到设计到一级谋杀上的安全 为什么 我给你选 一年 一年的把握 这个很正常 无控枪那时候 无控火棍那时候 那个某宝山 你跟人家比 你当比有吗 哎呀 等到 你去拿去鬼毒干嘛 我们现在只是说老式人 有没有反抗的勇气 你不 老式人可以反抗 我告诉你 你拿上这东西的时候 如果别人有的时候 就是说咱俩都没有 你说我没有这勇气吗 你该有 你也有了 你不给 你不给人打 打坏了吗 你不进去了吗 等你都有的时候 别人也有的时候 还是一样水涨船高 明白吗 水涨船高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给你一牛能咋的 你懂吗 哪有你得这么想 你是多数还是少数 咱别说对还是错哥们 你是多数还是少数啊 别怪了我就可以像你的朋友 就就能像你的朋友三胖子 他老婆一样 可以上楼拿下来 然后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好 我问你你这大混的 火锅你能不能用用作非法的地 不是 非法的用 我为什么要非法的 我是个老实人 是个人民 我为什么要非法的 不是哥们儿 那我这么问你 你现在打那个混 那仨混混上你家打的你啊 啊 三混混没有上我家打的我 但是他们是黑社会 他们你说是黑社会 人家被定上了 人家被定性了没有 你觉得是就是吗 因为他因为他纹身了 因为他长得像 你觉得是就是吗 你不得讲证据吗 哥们儿 那为什么突然三个人来打我呢 你不想想为啥出来仨人打你 这不才是重点吗 我根本不愿意接通你这伤疤 你他怎么走马路上不打别人呢 他一天跟马路上见着一万人 他怎么不打别人 为啥打你呢 你不能先想想吗 因为我不服欺负啊 因为因为你总觉得自己挺屌 是不是这么简单 你觉得自己挺屌 你这不是 你觉得自己是被害者 被害者有罪论吗 不是 你觉得自己是被害者有罪论吗 你觉得自己挺不服的 你看那个人叫板了 那不能打别人呢 对吧 高男就应该被宰杀 对吧 那不 那人家为啥不打别人 为什么挑的你原因是啥 人家当时给的口供是啥 你方不方便念一念 哥们儿 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公开 但是我能打 我不怕他 好 所有人都欺负 人家在当地像你说的是 地主恶霸 所有人都不知道大嘎帽 这一说就你自己全 全世界就你自己练过散打 所以你跟人家打着你进去了 你还要不成英雄了 你这么说的话 你是不是 你来好 你这么说的话 我抄起你双杰棍 接近人给来一下 好好好 抄起双杰棍 听到了没有 铁了你这多亏没有加特林 你这有加特林 你还不得扫一圈 来 我这么问问你 你这么说的话 公开裁决网上肯定有你的 有你的这个事吧 老师呢 那就不能能打了吗 老师难道就天生 又再被欺负吗 行你能打 来裁决网上有没有你信息 我现在掉 咱看看卷宗咋说的行不行 这都公开东西 行不行 啊 咱上裁决网上现在把你的卷宗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 我为什么把我的隐私透露给你 让让人来网爆我 你说有就有啊 你真是太搞笑了 我发现我 那你说有就有吗 哥们 你看现在这评论区这些人 你现在说的 你现在怎么 你现在怎么说怎么 我帮我了大哥 你这不纯纯的是属于被迫 还妄想证吗 人家仨人在本地 讲话狗看了都得踢一脚 那么恶霸的人让你给惩治了 你是什么成民族英雄 给你关笼子里边 你想想可能吗 啊 怎么不可能啊 这样的事太多了 好 我相信你 咱们公开裁决让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 咱们村子里弄 我看一眼 你不跟他就玩 我看了怎么才的 你就把你的台客文书号发出来 你们书号发这都公开东西 要什么隐私啊 这不公开的吗 我也不是花钱找人给你 给你查公开的 对不对 对法院公开 啊 把你问说啥来 对这些人公开吗 为啥不能公开啊 对所有人都公开 对所有人都是公开的 他都能找到我家里面去网爆我 哥们 这是对所有人都公开的 你为什么人家会网爆你呢 什么叫网爆 你对网爆是不是有这个概念 不是我公开 但是他们现在不知道我是谁啊 但是现在他们 你你和你的粉丝不知道我是谁啊 你是谁呢 你介绍就说 哥们儿 你是不是 我是我 我是我 我是我呀 你是谁呀 哥们儿 你介绍就说 我怕成这样 我是我啊 大哥我 你这么你这么这么大光明 你这么义正言辞的 你怎么 你怎么还整出这个事的呢 对不对 老四人就不能能打吗 老四人就是一定混 能打就一定是混黑社会的吗 你这人哪 一定就是属于啥呢 就只一旦说你的时候就滚刀肉 哎 你说我 不是 能打不一定情商高能团结人 听我说 你就是 至少能团结人情商比较高 性格比较厉害 你就是滚刀肉 扎你 你就往你群体上带 底层了 老老虎大众了 你往底层带 哪个老虎大众认你 屋里面五千工资以下的全是 大众认就不能打架牛逼了吗 老师人就不能 老师人 老师人追 你别老跟 你老冲着我评论区叫啥呀 你能叫得过六千人吗 哥们 大头哥 你是有病吗 你能叫得过六千人吗 大头哥 你肯定不是老师人 对吧 我为啥不是老师人 你提杀很高 我为啥不是老师人 你认识的朋友肯定比我多 我认识的朋友比我多 所以我就不是老师人了吗 我是独行侠 你是不是独行侠 我不在乎 我认识的朋友比你多 我就不是老师人吗 一起在美国打我一顿 怎么办 打你一顿 我告诉你 你不像美国讲自由吗 打你一顿 打就打了 我就这么告诉你 打就打了 这时候我能不能在美国 用无限防卫权 抄起个双截棍 或者抄起一把砍刀 干死你们几个 试试 你试试 你看你能不能抄起来 哥们 你看看你能不能抄起来 我看你练的玩 防不防花生米 你怎么能不能碎呢 我只是打个比方 我没有说 因为我跟你无冤 无仇也没有 那一瓜 我也给你打个比方 我也给你打个比方 我只是说老师人 能打的老师人 不一定 你是老师人 为什么我要打你 相对于黑帮来说 不一定是强势的 我问你 你是老师人 我为什么要打你 你给你刷你的碗 你老老实实的 你给他刷会碗 我因为你在丁方广场抽烟了 我打你一顿 你是老师人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都像你说的那样 就没有黑社会了 就没有人欺负人了 就没有人生保护会了 哥们你电影看多了吧 人家黑社会也好啥 黑社会也罢 谁那么无聊 像你演的似的 啊穿个马甲 纹龙画缝的 隔马路上以后狗过去光踢一脚 看着你消了 拿出钱了 你是电影看多了吧 真正哪个混那道不以前为主 谁敢挂脸上说 这脸上闻脑门认闻 我是黑社会 那都以前为主的 你真以为 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 他这么闲着 人家有这两下子 讲话我告诉你 真正跟美国这地方 酒吧里面晚上干账的 老毛子跟美国本地打起来 打头破血流 俩人搂都掉地上了 俩人看着帮小踢旁边 没人捡 为啥 拿起来就 你要把这东西拿去 你说我神神出来 人家拿出来帮帮 让给你俩还都没毛病 这个时候就不是假设了 你手里拿了 俩人打着头破血流 得给电影掉了 帮脚踢旁边接打 你明白 但凡不涉及到利益情况下 没有人会跟你拼命的 你假想的太多了 你见过吗 对不对 我见过 我一看你就是比较高大上的人 没有爱过排挤 没有爱过欺负 对吧 你又能说会道又有情 体会不到这种老实人的痛苦的 兄弟 别往老实人带带节奏 我就老实人 我就是老实人 我看你不像老实人 老实人 老实人 有你这样 能说会道的人吗 不是 能说会道就不是老实人了 老实人不可以会说话 老实人不能做主持人 对不对 老实人不能学语言专业 老实人不能做主播 你所谓的老实人什么 你如果把自己归为老实人 老实人我跟你讲 今年他都过不好 一年都过不好 你算什么老实人 这屋里面六千五百人 我想问一下吧 有没有一个 是他这种的老实人 啊 你不扯淡了吗 你跟老实人有啥关系 我听你就是个刺头 你现在说话光光 就是点带节奏 我说实话 如果我是美国大战帽 我你现在这书 就跟那个沈济哥似的 你明白不 你但凡在我合理 我这种还是刺头啊 我从来不惹人 你看你看 我对谁都是你 你妈妈 一张笑脸 啊 是是是 越是这样的人 越在社会上面 好好好 照不住知道吧 我也一张笑脸 我蹭谁也一张笑脸 我还得跟你对话 我还得跟你唠嗑 我不也一张笑脸吗 大家都是一张笑脸去做人 我还是那句话 但凡我是大干冒 我要知道你这个为人的情况下 说实话 此时此刻 如果他授予了我权益 我可勾可不勾的一下 我指定勾 真的 我跟你说这最到家了吧 我可勾可不勾 勾了是勾了是那个 事理不勾是人情的话 如果到了这个份上 我指定勾 我光光勾的勾后一下 你指定是不留你 你确实不是什么好人 你千万别往自己身上 带什么好 我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我胆小 我不惹事 你不惹事 你现在搁这带节奏 在这个村子里面越是不惹事 别人越会找过来惹你 知道吧 为什么呢 屠啥呢 你身上有钱呢 你有矿啊 你家里没有 因为因为法 因为因为 因为这个村子的法规 这个村子的法 他不保护弱者 不保护弱者 不给人反抗的勇气 你说 那个这哥们我想问问你啊 你是因为什么情况啊 你让人给欧啊 他说不了 他就在路上走 来了个来了仨混的 狗都踢鸡脚那种 不刚跟你说了吗 耀武扬威的看谁都一顿得的 周边左右连女的过来拽人衣服啊 老太太过去抢人鸡蛋啊 这村里恶霸让他给碰上了 他会他会散打 那意思就是说 对 你扯啥蛋大哥 我能打 但是我不惹事 别人看我老师 他来排挤我 欺负我 到我家里面来骂 子杀骂我 他说你家舌人都没有人来吃酒 你那这 喝酒 是吧 喝酒 说你家没人来 完了你不满意了 跟个小肚炮 把你就进去了 该 什么小肚炮 人家先打的我 先打的我跟人家对骂 知道吧 我跟人家对骂 对骂着对骂着人家来推我 我说你敢先弄手 今天打死你了 他就来打我 掐着我脖子打我的脸 然后我就 我就 把他打开之后 就捡起我家桌子上面的双截棍就打了 好嘞兄弟 案件重现 假设这个事发生在美国 行不行 想不想听听 假设这个事发生在美国 当你说今天你敢动手 我打死你啊 然后他推你吧 滚一边去 然后你回头拿这个算解棍的时候 这边掏出避不避的帖子 正当防卫 你没了 嘎巴人了 恭喜你啊 闭眼了 从头台了吧你 懂吗 懂了没有 白打 打死你白打 自由吧 人呢 给我扣字 自不自赢 自不自赢 应该是民主吧 哈哈哈 他是应该是给排走啊 他这个刚才一说呢 就是属于 明显他是 只他他是明白实际有这么正当化 就是故意 故意的带这个节奏来 但是就是咋的 他是属于 咱他他不服 咱就按从法的角度 该给大家讲 他这就属于防卫挑拨行为 就是说他想 激起对方对他的 对 然后他进行他所谓的正当防卫 嗯 把你拉到我的里面 那行法上明确规定说 他这个情况 行法上明确规定说 呃 防卫挑拨是明显是不构成 正当防卫的 假如说他俩是相互斗 他跑啊 人家追着他 就有一点 昆山龙格安那个色彩 嗯 他如果说他跑了 人家还追着打他 这时候他他动手 是不妨害 正当防卫成立的 他是属于旧板的 他就是属于像 说不好听的 在我家是黑胡椒的 嗯 他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街上那种 就觉得自己 七个不服八个份 你成江兵你动动我 你动我试一试 哈哈哈 属于这种的 对 你动我试一试 就这个意思 啊 我会三打 你推我 我说几个 就像前几年 前几年 该 年内那个说 你看我 你看我干啥 拿我从哪的乒乓 就给人引导 看着没有 兄弟们 看着没有 就是 你说白了 这个出来 出来了以后 骂娘的选手 上一期节目 你们不知道 这一期可能没说啥 有多少人是 这回看到第一期上来的 上回就是我大号 那个最后的 这个作品 要上美国呼吸 自由空气的小子 你看没看着 就现在就出了 这个选手 咱不 我还是那句话 不是所有出来的人 都是他这选手 你看看 但凡我一骂完了 不乐意的 患者是什么选手 就是这种 你不存拿你当节目 看的吗 对不对 你不存拿你当节目 看你不存存精神病 吗 行了 不用等了吧 这回不用等他了吧 还还还期待吗 就这种滚刀肉 还期待 还期待上来 这还要烙吗 这不存存精神病吗 他就是那几句 就是那几句彻不过话 来个书 谁烙了 这自由啊 民主管 实际上真正是啥 啥也不知道 就感觉就是 反正国外我们去过去 国外肯定不是这么讲的 然后天天看点影响号 应该我 在少说一样 少说一样去啊 你说我听的 就是 谈法治 那个咱们 可避免说 现在现阶段的法治 是有一定的 缺陷跟漏度 因为法律的滞后性是 他不可能对没有发生的情况 进行一个提前的预防 所以他只有当一个问题 他不足水面 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了 他才可能在法律上 真正通过立法程序实行为一个法律 就像咱们国内对于那个 未成年人 犯事啊 免责这个年龄的划分 前几年就有一些 未成年人 这非法的一些行为 很恶劣 但是法律由于 未成年人保护的 角度考虑 就没法对他们进行追准的 到现在就是说 对法律相当完善到 有八种行为 但是八种行为说 说归是说不了 因为有的 我们没法用一个字 而简单的词来概括 有这八种行为的情况下 只要你有这个行为 就可以给你追究你的行为责任 就很有难 就是说 而且我的国内一直是在兼职 死 死定这方面还得少杀 剩下一个 其实咱们可能看到很多的判私还二啊 这些 其实根据如果有认罪 毁罪啊 积攻啊 减刑啊 可以是可以考虑于减刑的 而不从哪里 像他说的那种 对于 什么 弱者的保护的问题 我就想问说 一个监狱都私有化的 一个地方 他能不能保证真正的司法公正啊 不是他这边 美国这边公不公正 咱不知道 司法是分家的 司法是分家的 不是一个地 不是一个体系 不只要 只要任何事 在决分地吗 对对 只要他不是一个 只要他不是一个体系范围内 他这个 在运作起来来讲 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可操作空间 就在在律师角度来讲 叫可操作空间 非常大 很多事上面都是非常大的操作空间 就看就看你要 兴师动众到什么份上啊 就是属于这边的东西 真正你要论公平的话 这边 没有没有这个公平可言 谁有钱谁牛逼 我说的话他不信 你等他有照一日他感受到你 他就知道了 一个一个一小时上万刀的 就必须能决定上 必须得设身体验 他这种人不出意外 指定他那帆船得翻在白顶海峡 为帝王歇 我看这宝山着急 我这先退 老闆 你 再次